美国联邦政府局部停摆迈入了第二个星期了 那这场风波已经导致全美国有80万的政府职员遭到停职或者是无薪工作 不过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之间却还是针对美墨边境围墙的问题僵持不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一年第一次公开亮相的时候啊 更态度强硬的表示会继续坚持新建围墙的决定 那如果国会不通过56亿美元新建美墨边境围墙法案的话 他也已经准备好要让联邦政府继续局部停摆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主持今年第一场内阁会议之后 再一次把政府停摆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 还抨击民主党这么做是为了明年的选举铺路 我们在关注于民主党的选举 因为民主党在2020年 但他们为他们的选举点 我实际上觉得这是不好的政策 但我并没有想到政策 我并没有想到正硬和错误 话虽如此 特朗普随后还是就新建围墙的56亿美元拨款一事 在白宫跟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领袖进行会面 不过双方最后还是没有达成共识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向记者表示 国会重开之后将会暗定原定计划 表决两项不包括新建围墙的拨款法案 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则透露 特朗普已经邀请两党的国会领袖 在星期五再次到白宫进行磋商 双方阵营谈不拢 政府部门继续举步停摆 也造成美国国家动物园面临关门的命运 对于在动物园附近经营面包店的夜市来说 现在没有人潮也让他们损失惨重 除了动物园 有政府资助的多间博物馆 也在用完拨款之后在昨天开始关闭 造成要前往参观的游客只能败心而归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